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在一屏幕前 同时正在连线 过了片刻 那屏幕上出现到身影 那是一身高约在两米 宽也有一米的肥胖奇特声明 它身上布满领甲 可是身上无数领甲中 却有一些领甲上有着一颗颗眼睛 密密麻麻的眼睛 让人心悸 它头颅上还有着一颗最大的金眼 一股无形让人心悸气息 仿佛透过屏幕传递过来 如果罗峰一看就会认出来 这是宇宙中很强大的一个族群 千眼新族生命 千眼新族人口数量极少 可是个体势力非常强大 导致整个千眼新族也算是宇宙中强大族群 他们不必附庸巅峰族群 可千眼新族的一些强者 还是加入四大阵营中的一方 以此获得进入域外战场资格来磨礼自己 战斗才是魔力强者最好方法 真正的超级强者是不会畏惧战斗的 只会去不断地给自己压力 来魔力强大自己 默默不 刺维卡显得很是有理 啊 是亲爱的刺维卡呀 千眼新族生命咧嘴微笑 身上密密麻麻眼睛 似乎都带着笑意 让人心颤 你应该知道 我现在是在星辰塔 这可是极度危险的地方 我不喜欢分析 明知这一点你还找我 说吧 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 刺维卡咬牙切齿迅速说了一通 稍微修改了一下战斗内容 可事情本质没有变 我要做的就是杀死这银翼王 夺会的武器部件 哦 人类阵营的银翼王 千眼新族默默不 疑惑道 他竟然夺走了你重要的武器部件 不过刺维卡 那毕竟是封王级不朽啊 你应该知道要击杀一名 封王不朽是何等艰难 重伤有希望 可想要击杀 我早已计划好了 刺维卡联盟道 这银翼王身体防御极强 而且飞行起来速度极快 非常诡异 而他的攻击力 却赶不上他防御可怕 显然在法则感悟方面 他不算太高 只是防御上擅长 应该有一些宝物在身 而且他的战斗 一向靠的是精神战 所以他在灵魂方面估计比较弱 而默默不 你是擅长灵魂方面超级强者 只要你出手 那就有九成把握了 刺维卡联道 屏幕上那位千眼新族超级强者 却没有直接答应 刺维卡尖撞联道 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的 毕竟你现在是在星辰塔 我愿以三十亿雨蓝单位 请摸摸布你出手 而且到时候击杀那位银翼王 军功自然也算在你摸摸布手上 并且那银翼王允了后的一些战利品 摸摸布你还能得到更多 摸摸布全身密密麻麻眼睛 都是一亮 三十亿雨蓝单位 够大方的 毕竟蜂王不朽神灵们 耗费一万年 才积累那么些身价 一次邀请就这么大代价 这是很罕见的 这刺维卡真是富有啊 他的主人那般宠溺他 一个蜂猴巅峰而已 财富比很多蜂王不朽还要高 摸摸布忍不住感叹 就像眼珠王作为失火尊者独子 而名气极大一样 这刺维卡在机械族中 也颇有些名气 须致 机械族都是智能生命 没有父母孩子概念 所以 刺维卡算是那位超级强者 最看重的亲人 我在星辰塔 我怎么过去 摸摸布问道 靠宇宙飞船嘛 那得半年时间呢 不 刺维卡连忙摇头 靠宇宙飞船慢慢飞得多久啊 摸摸布 你透过神国传送 我会给你安全坐标 你直接传送来延级大陆 神国传送 这可是会暴露我的神国坐标的呀 以摸摸布你的能耐 在延级大陆你怕谁呀 更何况 也就我会知道你神国坐标 作为同一阵营 是不可能会背叛战友的 摸摸布 你完全是会有充裕时间 转移神国 更改神国坐标 刺维卡连忙劝说道 那摸摸布最终也答应了 毕竟这笔交易如果全部成功了 它收获是极大的 仅仅片刻 在虚拟世界 刺维卡住处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也是我机械族阵营 来自龙丸族的九尖王 刺维卡指着旁边坐在那里 戴着银色面具的精兽矮小男子 那男子双手也仿佛是野兽利爪 好似一兵饼尖刀 九尖王是拥有瞬移能力的 蜂王巅峰强者 九尖王 这位是来自千眼新族的 也是在域外战场 第七战场名气极大的 死灵王 刺维卡指着那千眼新族的默默布 九尖王 死灵王 都是蜂王巅峰存在 当然论名气 死灵王要大多 因为陨落在死灵王手中的 蜂王不许有好几个 死灵王 你不是在星辰塔吗 那矮小九尖王看着默默布 默默布微笑着 全身所有眼睛都满是笑意 赶过来就是了 从星辰塔赶过来 九尖王微笑 刺维卡应该是付出了不小代价 才邀请到死灵王你吧 不过这一战之后 我和死灵王你 一同前往星辰塔吧 我在沿济大陆 收获越来越小 还不如前往星辰塔闯一闯 或许有些机遇 你也要来 默默布微微点头 也好 域外战场的按照危险程度不同 自然分为一个个战斗地带 沿济大陆 算是026号人类兵营基地 浮散去中最危险之地 然而如果是整个第七星雨战场 沿济大陆的危险性虽然极高 却还有最高一等在它之上 那最高危险之地 星辰塔便是其中之一 星辰塔比沿济大陆更高一等 大量一族凤王不朽聚集其中 封猴在那边都是弱者 那我们就研究一下 到底怎么对付这银翼王吧 九剑王道 顺便也早点决定 战利品分配方案 免得最后闹出矛盾呢 默默布也道 对 对 斯维卡微笑点头 斯维卡和他邀请了 两名凤凰巅峰强者 在讨论对付银翼王详细方案 并且确认战利品分配 按照这方案 还有两个硬编的副方案 那银翼王不死也得被封印住啊 斯维卡显得很兴奋 他 斯维卡表情瞬间凝固 露出露出震怒之色 斯维卡 斯维卡 龙丸族牵眼新族两位超级强者 都察觉到不对 惭愧啊 斯维卡站起来 眼眸难掩愤怒之色 摇头道 暂时无法对付那银翼王呢 怎么回事 九剑王 斯维王都有些恼怒 耍他们吗 计划妥当 战利品分配 也几乎快要谈妥 即将准备动手 现在却说无法对付了 两位请看 斯维卡压制住怒气 摇指半空 凝聚屏幕 屏幕上播放出现实中 斯维卡透过探测仪器 所探测到一幕 只见屏幕上 一头庞大的 银色与一怪兽症 飞行着 突然 他旁边出现 一美丽半透明身影 那道身影 浮散出不朽身力 包裹着银色与一怪兽 刷的一下 凭空消失不见了 瞬移 九剑王 死灵王 眉头皱起 嗯 瞬移 斯维卡咬牙切齿 这个可恶的银翼王 实在太狡猾了 我暗中跟踪他 他竟然能察觉 并且果断请了 盟友枪者来帮忙 这一瞬移 完全超出了探测范围 我现在根本不知道 这银翼王在哪里 九剑王 死灵王彼此相识 也颇为无奈 不过两位 斯维卡联道 这件事还不算完 我会在 沿街大路上 下达悬赏 广泛请盟友们 帮忙监察 让无数盟友盯着 只要一发现 那银翼王坐标 我会立刻知道 到时候 会立即通知两位 九剑王 死灵王点点头 只能这样了 那我就先走了 死灵王点头 意识直接脱离虚拟世界 发现了 银翼王在找我 九剑王也走了 两名蜂王存在 显然都很不高兴 若非斯维卡后台大 他们俩绝对 不可能这么好说话 混蛋 斯维卡愤怒拍打桌上 咬牙切齿 竟然 竟然逃掉了 只要你在盐济大陆 我绝对不会给你一点机会 我会让无数盟友盯着你 一旦发现你踪迹 你就完蛋了 当即 斯维卡开始向 盐济大陆上的大量盟友们 发出通知 开始大肆悬赏 去查银翼王踪迹 盐济大陆边缘地带 冰冷湖泊中 凭空出现两个身影 大折宛如山脉 通体为银翼林甲 正是一头有着巨大林甲羽衣的 银色怪兽 小者也有十余米糕 同样有着迷蒙羽衣 他有着充满诱惑身材 呈半透明身躯 薄如沙翼的凯衣 美丽精英的长发 以及一双犹如大海般 深沉的双眸 星幻王 金角巨兽 俯瞰着小不点 感谢你帮助 帮遗亡你一次 轻松能赚一千万会员单位 这种好事 如果还有的话 可以再找我 这可比击沙风猴 巡峰容易多了 透明羽翼微微煽动 那星幻王双眸似水 如果没事 引一往 那我先走了 金角巨兽 微微点头 哗地一下 那星幻王凭空消失不见 转钱真轻松啊 金角巨兽 瞬间消失 一身黑甲 罗锋出现湖泊中 忍不住嘀咕 请一次 就是一千万会员单位 会员部老师 全部财富 也就那么点了 花钱消灾 瞬间落一道 一光年之外 那刺维卡 是怎么都不可能 找到我的 罗锋按道 之前罗锋推测 出那刺维卡 怎么都不可能干系 事由八九 就在后面跟踪着 就立即做出决定 花费金钱 请人帮忙 虽然也能请 三师兄 嗜血王帮忙 可嗜血王本身 并不在预外战场 远距离神国传送 而那片区域 又被刺维卡 时刻监视着 很容易暴露 三师兄的神国坐标 所以 罗锋宁可 多耗费些金钱 请了人类阵营 在阎级大陆上 能够施展顺移的盟友 请对方带着自己 顺移离开 很轻松的活 仅仅顺移 无需战斗 所以代价无需太高 一千万回员单位 是很正常价码 低了 能顺移超级强者 不屑去干 这个价格算是正常价 假设是请盟友 帮忙当打手 去生死搏杀 那代价可就高了 罗锋一翻手 手心中出现了 芝麻大小的银色羽翼 随即融入体内 后背顿时长出一对羽翼 羽翼颜色略微改变 毕竟乃是一件质宝 改变颜色这种能力 是很轻松的 融合事物羽翼之后 罗锋整个人都散发着 淡淡的微芽 本身借助气息 则是被事物羽翼 给完全遮盖了 顿时罗锋变成一个 拥有着黑色羽翼的神灵了 走 罗锋随意翻手 从无数艘飞船中 随便选了一艘C9级宇宙飞船 乘坐飞船 破水而出 迅速离开 飞船在沿济大陆上空飞行着 罗锋 罗锋 巴巴塔声音 在罗夫脑海中响起 有重要讯息 你看看 这是探测仪器刚刚探测到的一段内容 是9.2一公里外 一只一组队友中不朽神灵对话 嗯 坐在控制室的罗锋 低头看向护壁屏幕 屏幕上立刻呈现段视频 视频中 正有三名不朽神灵对话 五千万预览单位 哎呀 真是大手笔啊 五千万预览单位 只是要买一个银翼王坐标 一旦坐标确认 就能得到五千万预览单位 这个发布悬赏的 到底什么来历啊 单单悬赏坐标讯息 都出这么高价 太浮游了吧 谁知道呢 不过这发布悬赏的 肯定不敢欺骗我们 这可是公开宣赏 无数盟友知道了 如果敢欺骗耍赖 不认账 那就是得罪了 整个阎纪大陆 无数盟友啊 嗯 这可怜的银翼王啊 这银翼王在阎纪大陆 是寸不难行嘞 看到探测内容 罗锋表情严肃 眉头皱起来 不发 那敌人的确是不肯罢休啊 巴布塔意识交流道 不罢休很正常 毕竟我夺了他一艘重要飞船 那可是存放着 九绝神国的重要部件 罗锋吃笑 哼 不过竟然在机械族阵营中 对阎纪大陆无数盟友 公开选商 查找我坐标 看来 那家伙肯定是准备了 一系列手段 有信心对付 否则不会公开选商 看来 我的金脚巨手分身 是暂时不能露面战斗的 小心微妙 巴布塔也正中道 罗锋微微点头 他很清楚这一点 敌人准备了诸多手段 就等着对他下手呢 可恨 可恨我探测一气比他低端多 否则也不至于这么憋屈 一旦我探测一气比他高端 那么 就可以反而去压制他了 罗锋一咬牙 使不宜迟 我现在就回026号兵营基地 想办法将我弄到战利品 卖个高价 有了足够财富 才能购买高端探测一气 搜地下 宇宙飞船迅速朝阎纪大陆外飞去 从阎纪大陆 要回到026号兵营基地 旅途上时间就得一年半载的 当罗锋踏上归途时 在距离阎纪大陆最近一个传说点 嗡的一下 宇宙空间荡起丝丝联漪 一艘漆黑的渐性宇宙飞船 凭空出现 传说完毕 殿下 还需要6天左右才能抵达 阎纪大陆最外围区域 那外围区域 有大量陆地碎片 即使是陆地碎片 也非常庞大 需要飞行很久 大概飞行一两个月 才能抵达阎纪大陆 主大陆 嗯 黑色战凯宛如岩石雕刻青年 散发着黑暗气息 透过宇宙飞船 遥看无限星空 阎纪大陆 是我的第一步 黑甲青年轻声道 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